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自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10点06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 作为正点 我们这一小时要带大家来 年前大扫除 其实现在还没扫的话 有点快要来不及的感觉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现场是 家事达人陈奕吴老师 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一般打扫要多久以前就打扫 因为礼拜三就小年夜了 其实我每次都可以告诉大家 年前打扫 最好是新历年就开始扫 但是这件事讲了 大家也都不会听 其实还有一些比较严格 家事达人说 不就是天天扫吗 你天天扫 你到过年前就不用扫了 这个事情就是大家有听 但是不会进到脑子里 那如果说今天礼拜一 今天礼拜一 礼拜三小年夜 礼拜四除夕 那剩下这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 我们先从客厅打扫开始 好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 书尾问客厅是对的 因为至少客人来的时候 会看到就是客厅 所以就是我们客厅会变成是 如果是抢时间的时候的一个重点区域 那其实客厅里面最脏的地方 其实超乎大家想象反而是灯罩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有那种间接照明的里面 其实是非常的脏 因为其实客厅的脏屋大部分都是灰尘 比较不会像厨房 是一些油腻的东西 所以灰尘量其实最多的 其实大部分就是一些 因为灰尘是从上往下飘下来 所以它一开始就被我们的像灯罩 有些人的灯还是长得像碗弓型的 那里面很可怕 那个灰尘量非常的高 可能还有一些重重啊 就已经死在里面了 我们家前几天在清那个灯罩 把它拆开始 发现里面还有一只死掉金龟子在里头 对其实那很脏 然后还有那个 像有些人有挂画 画框的四周 其实都还蛮多灰尘的 所以其实除尘 是我们在清客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 但是还蛮开心的是不难 只是累而已 那除尘有没有什么工具 就是比较好使用的 其实建议大家就准备几个 第一个是除尘纸 就是我们平常在擦地板那个除尘纸 那其实它就比较适合 就是小地方都很容易擦得到 那如果你是比较大面积的 或大区域 比如说要把灰尘很快扫掉的话 就建议准备一只除尘胆 就是有点像以前那种 鸡毛胆子 对但鸡毛胆比较不建议的是 很多时候 现在可能不是真的鸡毛胆 它可能都是只是毛茸茸的 那它有些材质是不会抓住灰尘 所以我们这样一直胆 它只是把灰尘让它飞起来 那飞起来以后 它其实是降落到家里其他地方 可能是沙发上 然后台面上 所以至少要是比较是 像比较高科技那种 比如说它强调它不会阳尘 灰尘不会飞起来 那我比较建议 就不会一直胆的时候 你在上面请小孩 在下面打喷嚏 所以这其实处理客厅不难 然后就是抓重点 就是灰尘要处理掉 还有一些这个桌子 或柜子的下面 对那边也是很容易 这个也是很容易忽略的 对那里很容易藏污纳垢 然后一些灰尘 人行走时的灰尘 都往里面跑 那其实比较方便的是 因为现在大家家里几乎都有吸尘器 然后现在的吸尘器做的 那个配件都非常多 我都会建议大家年中少数 一定要把吸尘器搬出来 然后把它所有配件也都拿出来 因为他们现在都有做一些 比如说适合在桌角 细缝的那些吸头 其实就非常方便 那些地方都可以吸 那如果你的吸尘器 还有那种布沙发 或布面可以用的吸头 也把它拿出来 那种吸头跟一般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一般吸头 如果你去吸布料还把布料这样抓住 没办法移动 然后所以像现在有些是吸什么 尘满的啊 或者是布料 那一种就可以用 那因为现在可能时间来不及 吸什么纱窗 也不适合拆那个布沙发 因为天气不好 也晒不干嘛 我就建议大家可以把那种布料用的吸头 拿出来 至少把像窗帘上面啊 然后或者是你家是那个沙发 是布套子的 至少把它的灰尘或饼干屑都把它洗一洗 窗帘其实在客厅当中 是蛮重要的一个搭配设计 可是窗帘 现在没洗也来不及了 对 其实窗帘 最好是天气好的时候洗 然后还是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窗帘其实大部分的 都是可以在家里用洗衣机 洗手 就不会真的是非常大片的 就真的要送干洗 那窗帘洗完以后 其实就建议 当然是好天气洗 然后你也不用刻意先在阳台上 你就可以直接挂回去 然后窗户打开 然后太阳又有进来时 它等于就是自然就晒干了 所以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其实可以这样做很方便 OK 好 所以像窗帘有些人就怕说它会皱掉 需要重烫吗 窗帘要重烫吗 其实怕皱掉就变得比较费工时 如果其实第一个就皱痕 如果你要它还是很漂亮的话 变成是我们要拆的时候 下面要稍微绑一下 就是照着它的痕间抓好 绑一下 然后上下绑起来 就是头尾绑起来 再去洗 这样它的那个原来折痕 就会很漂亮 那但是如果只是单纯怕皱 其实是还好 是因为我们洗完是有重量 那个水还在布料里 然后挂起来 然后其实那个重量 就可以把窗帘稍微拉平 除非你真的非常在乎 不知道笔挺的 那种的话就建议送干洗 它确实是比较会整理到比较挺 然后折痕比较漂亮 OK好 所以客厅算是一个门面 如果你现在真的什么地方 都来不及整理的话 客厅就把它打扫干净 那客厅像我们刚讲到 是一些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些 容易堆积灰尘的地方 那还有一些 例如说窗框那一些的 要怎么处理啊 窗框的话建议大家 其实因为窗框里面 很容易卡一些灰尘类的 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拿一支不要的小牙刷 其实儿童牙刷那种size更适合 就小小的刷头的 那其实就可以把窗框的灰尘 等于是像是扫的 然后但是也一个小技巧 如果我们像窗框 或者有些人是落地门的 那个窗户轨道 上面的灰尘在扫的时候 我们扫灰尘常有一个习惯 它不是细长的吗 就可能会从左一直扫 扫到右 但是扫到右是扫到它的角落 那还是一样卡在角落 很难清得掉 所以技巧就是两头 比如说左右各往中间扫 那灰尘就变成在 窗户轨道的中间 那中间比较容易把灰尘给 比如说缠起来或烧起来 然后两头扫到中间以后 我们就可以拿一张 像是不要的明片 折成像mol字形 然后就可以像一个小扫帚 就把它扫起来 因为一般没有那么小的扫帚 但是可以自己做 对其实就拿不要的明片 因为明片比较厚 对然后比较硬 所以可以折成一个 跟你的窗户的凹槽 差不多就是扫得起来 但技巧就是千万不要 从一个角落扫到 另外一个角落 因为卡在角落时 就变得很难处理 也很难处理 拿起来 对 OK好 那像这个客厅当中 有些客厅会有一些柜子 那柜子就是如果 里面没有经常拿清理的话 有时候会发霉 对其实木头柜子 还蛮容易的 因为台湾的气候比较吵湿 然后木头又会吸一些 环境里的湿气 那我之前其实也一个 我在网路上分享过一个 我自己的清木头家具的方法 就是拿橄榄油加白醋 2比1的比例混合 那橄榄油是因为橄榄油 它的滋润度够 然后它空气接触 比较不会产生油耗味 所以我就拿橄榄油 但不用买到那种最贵 就是一般煮菜的那种等级的就可以 然后加点白醋 因为白醋可以杀菌 然后白醋还有点清洁力 所以2比1就橄榄油跟白醋 混合以后 然后就拿一块干净的布 或者拿厨房纸巾 也可以沾一点点就可以擦木头 那擦的时候同时就是滋润的木头 那同时有一点醋 又可以杀菌又可以清洁 所以大家可以拿这个擦 像木头柜子 木头家具 木头桌子 但是不要擦木地板 因为非常的油会滑到 然后擦完以后 其实大家可以放一天以后 再把表面多余的那个油 因为它一天它就会 可以渗透的 会渗透的都已经渗透进去 多余的就把它再擦掉 那如果你觉得说 家具看起来油量 油量OK 那其实可以不用再擦掉 没关系 如果不喜欢的话 就把它擦掉 但是有网友就说 他们家的餐具柜 放在厨房旁边 以前很容易发霉 因为厨房湿气比较重 然后他就用这个方法 擦了以后 它的柜子就再也没有发霉 他想说可能是 第一处有杀菌的效果 然后加上那个橄榄油 等于是把它隔绝了湿气 所以他说后来发霉的情况 就解决了 哇 这可以学起来 对其实都还蛮 就家里都有的 就橄榄油加白醋 对2比1 对这样就OK了 哦 好 但是擦完之后 还是要给它时间 让它风干吧 对 让它等于是那个 像油的也可以滋润到木头 就放个一天以后 然后再把多余的那个 这些就擦上去的 再把它擦掉就好 那如果玻璃柜呢 玻璃柜其实在擦的时候啊 其实可以也是可以用白醋 白醋跟水1比1 因为其实这样子就 白醋加水 对 然后装在一个小喷罐 这样就OK了 OK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来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10点19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请到的是 家事达人陈寅如老师 刚刚我们都听到 那个Amy姐的歌声 对啊 好久没听到他唱歌哦 所以每个主持人都会唱吗 什么时候轮到你 只有 我们就会轮播啊 好期待 只有朱学恒 逃避 他没有唱 其他人我们都有唱 哇好酷哦 我们都有唱 然后蔡大哥 蔡旭平大哥 他很像刘文正的声音哦 那么酷 那他没有装哦 他本来就是刘文正的声音 那你的像什么 我的在就是 好期待 我也不知道 拜托 我的节目常常在唱歌吧 就是唱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啊 好啦 那你要收听我们 POP Radio联播网哦 下载我们的APP哦 好啦 那一位老师刚刚有教我们 那个客厅打扫的一些 撇步 那如果柜子里头 刚刚告诉我们 木头柜 就是橄榄油加百出 2比1 对 然后擦那个木头 这个方法感觉又天然 对 其实很天然 隔绝发霉 又很容易家里一定 随时都找得到的材料 那如果是玻璃的柜子的话 嗯 一般我们都是用那个 干湿抹布擦一擦擦一擦 可是他还是很容易发霉 其实玻璃的柜子 其实我建议大家 如果先讲玻璃这一块好了 擦玻璃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用白醋 就是不管是大家家里的那种 窗户玻璃或者是柜子的玻璃 都可以用白醋 那白醋跟水就是1比1的概念 然后就用一个小喷罐 他就可以代替玻璃清洁剂 那其实他像玻璃类的东西 他最重要的一个技巧 就是一定要把那个 不管我们是用 像我们自己自制的清洁剂 或市售玻璃清洁剂 他最大的技巧就是一定要把清洁剂擦干净 因为我们常会觉得说 玻璃一直擦擦得很认真 然后我们擦完以后站远远一看 就觉得这玻璃怎么看要刮花的 对 然后就像今天我妈早上还跟我爸说 你楼上玻璃没有擦 我爸说有啊 其实就是一样的情况 就是可能就是清洁剂 只要有留下来 就会看起来花花的 然后怎么样让他不会留下来 其实最快的方式 其实就是用刮刀 刮刀其实我觉得还是最建议的 我也觉得刮刀很好用耶 因为刮刀你 你湿的水上去 一刮下来整个就很干净 对 比我们自己那边拿布擦 真的坏太多了 而且又干净 那个利落度又真的高很多 对 而且刮刀有大有小 就看你的那个玻璃面积大小 对对对 然后其实也会比我们自己用 因为手就是这么大一点 那如果你的窗户很大 或玻璃很大 刮刀的话 其实会比我们手在操作时 第一他能够撕做的 一次的面积比较大 而且比较能够贴平的玻璃 把水一口气刮下来 因为手是有凹凸面的嘛 没办法那么的完整 所以我建议大家 其实用刮刀 把清洁剂干净 其实就不会怕说 擦完以后常会觉得 灰灰的这种情况 好 那客厅大概是这样子 那如果往那个 很多人就觉得说 每天可能都要稍微清一下的 浴室啊 厕所啊 浴室厕所 打扫 是什么 其实浴室如果说年前 我们时间比较不够的话 其实有几个 大家会比较在乎的 但第一个是马桶 一定要干净嘛 那马桶其实会建议大家 像如果只是 我会建议大家 尤其年过年期间 你可以准备一个那种 有酒精成分的湿纸巾 现在不是都有卖那种 湿纸巾有酒精的 放在浴室 那做什么用 就像比如说客人来来去去 一批客人走了以后 不可能刷洗浴室 弄得湿湿的 就可以快速的把它擦过 顺便消毒 像马桶盖的上下 都可以用这个擦 擦完就直接丢 也不用说用抹布擦 到时候那个抹布要洗 那个有沾过卫浴的 怕会比较难洗的感觉 所以就可以做一个 可能是快速的打扫 然后门把也都可以 水龙头都可以用这个擦 这就是初步的整理 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说清洁马桶时 因为像现在 很多马桶清洁 其实它是那种 长得像压嘴型 这样倒一圈 在那个马桶的沟槽 那倒完以后 就可以放着 先不要处理它 因为让它慢慢的往下流 然后慢慢的分解 马桶的污垢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去做其他的事 回头再来冲 其实这样 也不用那么累 自己没一直刷 所以可以让清洁剂 留在那个马桶的 里面久一点 其实效果会比较好 那浴室 比较大家会常常问到的 就是那个淋浴门 不是都会有水垢 这个情况 那淋浴门 有水垢的处理 可以分几个 如果说你的水垢不严重 可能只是刚刚开始 就是有喷到一点水 留下的水痕 只有这种程度 其实像市面上的 玻璃清洁剂 是可以处理得掉的 因为玻璃清洁剂 就有除水垢的成分 所以可以试试看 用玻璃清洁剂 喷喷看 然后其实也许就擦得掉 那比较严重的话 就可以用那个市面上 其实买得到 就专门除水垢的清洁剂 那个效果确实会比较好 但是就等于 就要再跑一场卖堂 特别去买 那真的再严重的话 比如我派了水垢专用的清洁剂 还是有一点留下来的话 他还有卖一种 他叫做水垢擦 就是橡皮擦的擦的意思 他就是一个小小一块 像海绵 白色的吗 那个 不是那个是德国海绵 那个是除垢 但是水垢擦 其实是一个像研磨面 就是粗粗的研磨面 他其实概念就是用摩擦的方式 把那一层水垢给磨掉 但是不建议大家常常用 就是因为怎么样 摩擦这件事情 多少都会留下一些刮痕 那以后比较容易藏污纳垢 真的不行时 再用那种水垢专用的那种 研磨的那种叫水垢擦的 其实品牌很多 然后卖场或网络都买得到 然后他的使用技巧就是 第一你的那个淋浴门要充湿 然后再用磨的磨的时候 是慢慢让你化圆的方式 把那一层水垢给磨掉 这样就OK了 了解 好 这个是除水垢的方法 那厕所有一些死角 或者是说这个浴室的死角 就是发霉啦 对 发霉 其实大家很困扰 那其实发霉的话 其实市面上现在还蛮多品牌 都有出那个除霉剂 确实是有效 但除霉剂使用时 就有几个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要喷的地方 是要干燥的 就是要没有碰到水 然后直接干的状况下喷 其实效果会比较好 然后还有就是喷上去以后 因为我们的霉通常 也都是比较久了 所以它其实都会长那种霉根 所以它不会那么容易分解掉 所以除霉剂喷上去 最好再稍微静置一下 就让它留长一点的时间 那如果因为大部分除霉剂喷出来是有点泡泡 或比较偏液体 我们如果怕说它没有附着力的话 其实喷完可以拿像卫生纸把它 就湿敷在上面 让它比较能够直接跟霉的 那个发霉处比较能够接触 分解掉那个霉板 所以其实敷一点卫生纸 湿敷其实会比较有效 然后就放稍微时间拉长 然后还有就是喷的时候保持干燥 其实这样就OK了 这样子其实会让它效果比较好 以前有用过漂白水 其实概念是一样 因为除霉剂里面的成分 其实就是有漂白水 所以用如果家里没有除霉剂 其实用漂白水也是可以的 那除霉剂比较方便是因为 它现在都做成像喷枪状的 所以你就直接喷 那漂白水就是自己要稍微小心 就是到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味道还是比较浓 对比较重 对对对 可能就是呼吸道要稍微带个泡澡 对然后空气要流通 对不然在房间里面 那个味道很重 久久不散 对身体会有影响 好那这个厕所 刚讲了马桶 然后那有人会有泡澡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卫浴的那个浴缸 浴缸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清的 其实浴缸上面比较多的是人的皮脂的油垢 因为我们在泡澡时 其实你会发现有些浴缸摸起来其实是油油的 因为人的皮脂无垢是属于比较偏油的 那如果浴缸在清的时候 反而如果说你摸起来浴缸是那种滑滑油油 或有人洗澡喜欢放一点什么精油之类的 其实浴缸反而是用一点点洗碗精 因为洗碗精是去油的 其实会反而比较干净 然后还有一个在浴室里面 大家要就是最后收尾时记得 就是水龙头要把它擦干擦亮 因为其实日本有研究 如果要让人家觉得你家浴室很干净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字就是亮 闪亮亮 那什么东西亮 就是水龙头亮 灯亮 就是灯泡给它换亮一点的 其实就很容易在刹那间加分 所以其实这都是不用花很多工 但是却让人家印象能大提升的方法 但灯换太亮就会看得太明白 所以灰暗黄的昏暗还比较 但是有时候昏暗的感觉就是 就是如果你都整理完 然后再加一个亮灯 人家就觉得闪亮 没有整理完的话还是昏暗的 好那这个刚刚有讲到窗户嘛 窗帘 然后浴缸 我觉得浴缸也是很容易 藏物纳工 因为浴缸的边边角角或是下面 也是很容易有一些 也是就是霉啦 对那其实霉 我还是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刚才说什么除霉剂 这些都可以清得掉 但是其实霉会产生一定就是环境造成的 然后如果我们这次过年的时候 都把它清干净以后 那请就做几件事 第一个产生霉就是温暖跟潮湿 对 然后所以温暖的话就是要降低温度 就浴室里的温度 那怎么做 就是每次洗完澡 最好就用冷水快速的冲一下浴室 或者有些妈妈说她很爱干净 常常在洗厕所 但她都用热水洗 那可能洗完整间很热 然后她人就离开 因为里面很闷嘛 那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又温暖又潮湿的环境 反而容易发霉 所以洗完以后快速冲冷水 然后就是温度可以降低 那潮湿的避免 当然就是抽风机一定要多开 窗户多开 让湿气降低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肥皂垢是霉菌的营养来源 所以像我们洗法精沐浴乳 这些瓶瓶罐罐 尤其是按压的 它常常会滴到瓶身 那些都要把它冲干净 然后最好都是用那种挂墙式的那种 比如说收纳缆 不要让它直接摆地上 因为滴下来聚集 对它就会聚集一圈 对然后所以那个下面都在黑黑的 所以让瓶罐保持干净 让霉菌没东西吃 其实这几个都做的话 其实可以真的很有效的降低发霉 哦 霉菌是吃那个啊 嗯 对 原来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来请教陈寅如老师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家事导人陈寅如老师在现场 我们app上面有不少的朋友都在问老师问题 有人问说那个胶条啊 胶条发霉有解吗 像浴室边边角角会有silicon啊 嗯 很容易发霉 silicon发霉就可以用刚才的方法 然后其实选择就是我们刚才说除霉剂或漂白水都可以 嗯 然后方法其实就是如果比较严重发霉 就可以把像我们说的比如说厨房纸巾沾漂白水 嗯或者除霉剂 然后就敷在上面 其实效果会比较好 比直接涂抹或喷在上面来的好 嗯 然后其实可以用这方法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silicon会发霉 通常是你的silicon的密合度也没那么好 所以水也会渗透的进去导致它发霉 嗯 所以如果说一直反复 比如说我们这样清了一阵子又发霉一阵子又发霉 那其实就可以考虑把silicon重新打掉 哦 因为台湾是地震带的地区 你们上班对人 对呀 所以其实久了它其实一直摇晃 太压式的摇晃会有 然后缝隙就出来 那如果我们一直都忽略这件事 其实水是会渗透到比如说柜子里面啊 或者是壁面这些 其实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真的 长时间发生这个发霉的情况时 就重打silicon 嗯 OK 好 那这个是浴室的部分 浴室厕所的部分 其实浴室厕所应该是大家最常亲的地方 对 其实大家最常亲 但是就是一些 我觉得习惯养成以后就可以减少很多后续的麻烦 像刚才说水垢那件事 对 其实刮刀就可以解 就是建议大家就洗完澡 像那个淋浴门啊 你最后一个洗澡的就用刮刀把水刮掉 它就比较不会有水滋痕 真的 因为台湾的水质比较偏硬水 那硬水有矿物质 那如果我们洗完就冲一冲 然后让它自然风干 那风干水走了以后留在上面 就是那些矿物质就造成水垢 所以如果我们每次洗完澡 比如最后一个洗的 它把水刮掉 不要让它自然留在上面干掉的话 其实水垢就不容易产生 嗯 OK 好 那再来就是厨房也是一个 平常应该都是要定期的清理啦 不然隔一年再来清也不得了 这个很可怕的吧 对啊 厨房是最最最最恐怖的地方 对但是年中妈妈还是习惯 把它稍微再更彻底的清一下 那比较会有困扰的应该就是 抽油烟机跟下面的炉台 这一区 那抽油烟机啊 大家会反映的就是里面清不到 因为那个风扇是没办法拆下来清 但是我们抬头看就会看到里面其实是已经开始有油啊 黑黑的 那可以稍微让它比较干净的方法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打开抽油烟机 然后风扇不是在转的时候吗 就开始运转它在转 我们就直接对着里面喷厨房清洁剂 那让厨房清洁剂等于是被吸进去 那吸进去因为它可以分解油污 所以多多少少可以把风扇啊 机体里面的一些油给分解掉 那它最后会转进去以后 它会留下来是留在我们那个挤油的那个杯或挤油槽 那再去把它倒掉 其实这样就OK 所以可以用这个方法至少让风扇的地方 可以维持一个基本的干净度 OK好 所以这个积了太久 那个油污是比较难刷啦 对确实 然后还是如果建议大家 如果真的是比较油 或者真的已经自己清了一阵子 都觉得很难完全去干净 可以过个几年就请 但不用急着 现在就过完年后 请人家来拆洗 那确实干净度会比较高 就可以这是我们自己基本的维护 那可以长时间使用 以后可以请人家做一个比较彻底的拆洗 还有厨房 我觉得经常会有油腻的感觉 是因为可能每次在做完菜之后 并没有去把那个墙壁啊 或是柜子 靠近那个臭油烟机附近的柜子 因为它其实上面都很黏 对因为其实那个空气里面 是含有那些油脂的成分 料理的油污的 所以它其实很容易会黏 就是像苏文你说的是什么流理台 或那个柜子摸的时候都会有 那其实建议大家有一个简单的 如果说煮完菜以后 趁着炉台那边都还有点热度的时候 其实你那个抹布稍微弄热一点 然后直接这样擦大部分的油污是擦得掉 就是用搭配热水 等于是你抹布去沾热水 其实擦得掉 或者比较简易的方式 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品牌 它都有出那种 湿纸巾是有清洁剂成分的 那其实它就是像湿纸巾这样抽起来用 但它每一张都是有简单的清洁剂 那你就用那个湿纸巾擦一擦 其实就非常的快速 就顺手撕个两张 然后把它整个四周围都擦过 所以就完成了 其实每天如果煮完菜 稍微花个十分钟五分钟 擦一下就不用等到那个 过年可能要花两个小时 那个很难刷 要很难刷 因为它是日积月累 然后加上天气一冷 它就凝结的更严重 而且就非常的麻烦 好那还有人在问说那个冰箱 冰箱到底要怎么清啊 因为感觉大家冰箱一年到头都塞满了东西 冰箱很可怕吧 对其实快 因为这几天大家开始要大进货吧 那个年菜年货 那原本的冰箱也都塞满了 怎么办 我常会提醒大家 真的是要定期检查一下家里的库存 因为我那天前两天 有一个学生很可爱跟我说 我们家冰箱有年糕 我说你已经买了 他说不是去年的还在 里面还搭配了肉粽哦 就是他说 感觉一年四季的节庆都还在我家 汤圆也有 对 所以真的先清一清 然后冰箱里面 大家常会有一个情况说 有那些食物滴下来 然后留在台面 或者那个层板上 然后已经 因为冰箱又冷 它就结成阴快 然后说要怎么清 那千万不要做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会拿那个什么 掺刀或硬的东西 去把它吐起来 就是掺起来 对那其实很容易刮伤那个表面 其实它虽然看起来又硬又厚 但它通常都只是汤汤水水的东西 所以就拿一个 比如厨房纸巾沾湿以后 敷在它上面 等于让它先变软 那变软就非常容易擦 它绝对不是那种很顽固 它只是因为变硬很难处理 所以让它湿透了以后 其实就擦得掉了 如果现在冰箱一打开 就还有很多东西 然后可能都是过往一整年下来 有的没的的 那东西还没 就是年货还没进货 那这些东西是 其实看一下真的过期的 真的趁这个时候 趁这几天都还有收垃圾 赶快把它丢 因为真的很多人 就是用厨余把它处理掉 真的就是厨余把它处理掉 因为很多时候 我常常我会提醒大家 年中少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丢掉过期的东西 因为过期的 真的比我们预期的 还要多很多 就是大家家里面 其实很常会忽略 尤其冰箱里的东西 常会觉得它都不会坏 然后那些瓶瓶罐罐的调味料 其实很多都过期了 我发现瓶瓶罐的调味料好多 对而且常常有时候 买来就煮这一两次 就一整罐摆在那 它其实很多都过期了 那我们再处理掉 因为现在就是 我们都要垃圾分类 那像这些厨余的话 我们一定就是要把它 清 要把它倒出来 对然后简单来说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 它是厨余 那厨余怎么分的话 其实像这些过期的东西 都把它当作堆肥的就好 那喂猪的 当然就是一些 也一个蛮容易 让大家分的方法 就是如果我还能吃 但我只是单纯 我不想吃的东西 比如说剩菜 它其实是还能吃 但我不想吃 那些就可以当喂猪 那我已经不能吃的 像果皮啊 过期这些 就把它当作是堆肥 就是大致上 简单的一个分法 好所以 就是新年信息外 我们还是期待自己 就是不要买太多东西 对不对 其实多盘点库存啦 对啊 多盘点库存 因为有时候就觉得 哇 这边吃不够 吃不饱 结果后来都发生 剩太多 对而且现在卖场都有开 真的也不用那么担忧 对 现在真的台湾太方便了 真的不要买太多 对反正不够 随时买得到 真的不用太担心 对啊 因为像之前 就是我们家那个卫生纸 像蔡大哥 他就会 就是在网购嘛 你知道他网购 一来那个一大箱 很惊人的对不对 太大 太多了 他说 这样是一个 就是你知道 package比较便宜 但是 你是否说没地方摆啊 对 卫生纸很占空间啊 他说 可是用得到啊 我说 可是现在摆哪里 而且这是随时 都买得到的东西 没有那么难买的 我都觉得 没有 只要走的 走到下子 巷子口买得到的东西 我都不囤 对啊 我觉得那个很可怕 那个等于就是 要一个储藏室 去装那个卫生纸 而且卫生纸的价钱 没有真的波动那么大 没有波动那么大 对 太可怕了 好不容易 我们把上一批的 都用完了 然后我就说 我来买就好了 然后我来买 其实也没有 比较小香 就是小香了一点点 但是也是 好像也有 几包啊 一包里面有六包 六条 那6636包 而且他们都会跟你说 比如说 第二件五折 或者就是什么 再多一点 再加一点钱 就第二件 第三件 就是你要囤东西 也要有地方囤 嗯 其实不太需要啦 因为台湾 真的是个方便的地方 真的太方便了 然后食物也是啊 食物也是 就是太方便了 对 而且如果食物 真的放到过期 那个浪费的钱 很惊人 真的 很可怕 对 我如果说为了省钱 会多买 然后但是 其实没吃完 那个浪费的金额 更惊人的 真的蛮可怕 因为像 前几天我在整理那个 我们家冰箱的下层 然后就发现 诶 有那个萝卜啊 红萝卜 红萝卜就是可能煮了一次之后 剩下了一半 就一直在下面 它已经长虚根了嘛 就已经弄了 去恐怖了 对啊 那个其实都是钱 但是我们常会忽略 这部分的浪费 对 好 所以我们新年新习惯 我们都不能再浪费了 好 这是东西 就是买购就好了 甚至买少一点 好 那厨房 厨房 还有没有什么 这个要提醒我们 容易藏物纳购的地方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都会想要清的 就是那个炉台这一区 因为我们刚才讲 是抽油烟机 那下面的炉台 那其实炉台的地方 比较好的是 因为很多是可以拆下来洗的 所以像是那个 什么炉台家 或者是抽油烟机的 那个滤网 那个集油杯 这些都可以拆 所以拆下来以后 相对比较方便是 我建议大家全都能拆的 都拆下来 然后拆下来以后 我都会准备一个 厚一点的塑胶袋 就可能像是我们 有时候不是去超市买东西 要加一两块 买那个台北市那种环保袋 比较厚的那一种 就厚一点的塑胶袋 然后就把这些 所有拆的全都丢进去里头 然后在里面放温水 温水其实就水龙头 开到最热 那个温度就可以 然后就是袋子里面放温水 然后再加一点厨房清洁剂 然后把所有拆的 都丢在里头一起泡 那泡的好处是 因为污垢碰到热水啊 然后它就开始变软 然后我们里面又有清洁剂 所以它就可以分解掉 那些油垢 那泡完以后再去刷 它就相对容易很多 就是不要硬碰硬啦 对 你硬碰硬也是就是费力 然后也刷不干净 对 然后其实就自己手很痠 那我们就让它慢慢泡 你就去做喝个咖啡 休息一下再回来就好 然后回来以后污垢软了 你其实轻轻刷一下就会掉 甚至家里有洗碗机 你泡完以后 全都放到洗碗机排整齐 让它冲掉就好 OK 好 那锅碗瓢盆如果是已经焦掉了那一种呢 应该直接换新嘛 其实还有就 如果刷过以后确定有些碗垢还没有掉 就不要硬刷 也不要拿像我们说的餐刀去硬刮 它有一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锅子里面放小苏打粉 然后再放冷水一起去煮到滚 那小苏打粉的量 其实就是盖过锅底那个量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烧焦的锅子里面放小苏打跟冷水一起煮滚 那滚的时候再让它滚个大概五分钟 然后就可以关起来 把火关掉就泡着就好了 然后它其实小苏打粉是会分解掉这些碗垢的 所以泡完以后再刷就非常容易刷 OK 好 所以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做的一些这个庙方跟配方 有听到朋友在问说 天花板 天花板根本就洗不到擦不到怎么弄 像预测的天花板 其实还是要擦 是因为我们热的蒸汽是往上 那个 然后如果抽风不好 很容易天花板就会发霉 是 那擦天花板其实当然不建议大家爬上去 然后而且手上举很高很累 我有一个方法我觉得还蛮简单 就是我们不都有那个平板拖把 然后它不是都是加一块像抹布 那个平板的布 我就直接把预测清洁剂喷在那一块布上面 然后就可以擦天花板 人就不用爬只是拿那个杆子 然后贴着天花板 因为它是平板 所以它可以贴的很老 就是很服贴在我们天花板 就可以擦得到上面 不管是有水啊 脏物都擦得到 然后墙面也都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擦 OK 所以可以多善用家里白就有的这些工具 好 所以那一般呢 如果是那个客厅的天花板 或是房间的天花板呢 其实还有一个工具 其实也是可以用像刚才说平板 但是其实就是可能就是不用盆勤解剂 它只是擦灰尘 或者是像灰尘全部掉到我们头上 所以那一块布它其实设计的 它们现在其实有干湿粮 有它干的目的就是可以灰尘抓得住 对这样子其实就有这样的效果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请教老师哦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10点51分 今天这个陈云如老师教我们 如果剩下几天的时间打扫 客厅呢 浴室啊 厨房啊 要怎么样的清理 那刚才有人问到 因为天花板嘛 所以那个工具还是蛮重要 但是我们跟那个云如老师私下讲说 嗯 如果有这种那种电视啊 或电影里面那种大户人家 有没有挑高超高 然后又大水晶灯 那种就很累了吧 那个不知道怎么擦 我觉得水晶灯的真的都是很累 哦水晶灯很难擦耶 对 像我姐家有水晶灯 我这些有 我都是一个个拿下来 对 然后她说常常会快 感觉快装不回去的感觉 对 很可怕 后来就算了 然后我就问她说 你今年打算怎样 她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说不然你拿眼镜副 她说她不想拆又想清 我说那你就拿眼镜布 然后这样慢慢一个一个擦 因为眼镜布比较柔软 然后至少可以维持基本的亮度 然后又不用拆的那么累这样子 也是 对 她说我已经打算要把灯换掉了 一劳永逸 一劳永逸 好了 就是真的不太好处理 那洗衣机怎么办 洗衣机其实要清 然后这个其实不是说年终才清 她其实建议 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洗衣机用得非常频繁的人 大概每个月洗一次 那真的如果拖到比较久 大概就是三个月 那要怎么洗啊 洗衣机 洗衣机还蛮简单 是市面上都有卖那种洗衣槽专用的清洁粉 它长得很像洗衣粉 那其实用法就是 现在比较方便的是 你加进去以后就直接丢在洗衣槽里面 然后很多洗衣机是有那个槽洗净的功能 所以按下去它就自己开始放水 自己洗 然后自己浸泡 然后时间到就逼逼逼告诉你说 好了 如果你加的没有这个功能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第一洗衣机放到满水位 但是通常满水位只有到八分满 因为我们通常是有加衣服嘛 它水会更高一点 所以它到了满水位 你就稍微挺一下 自己在用手工的方式 把水加到真的是全满 就跟洗衣槽一样满 然后粉放下去以后 然后就像平常洗衣服让它运转 但转以后不要排掉水 就把它按暂停 让它浸泡 那泡的时间 如果不常洗的人 可以泡久一点 泡个三四个小时都可以 然后泡完以后再按 让它继续启动 像平常洗衣服 整个过程这样洗完 其实这样就可以达到 洗衣槽保持干净的一个效果 但是我用过那种洗洗衣槽的 洗完之后就觉得 它好像黑黑的一直弄不掉 对 它其实就会很多像小海苔一样 对像海苔一样的 对没错 感觉就是雪花般的飞出来 从洞洞飞出来 学生说不晓得该高兴还难过 然后我就后来又去查网络 然后大家说你用一个大毛巾 没错 放进去卷 它就会全部附组在大毛巾上面 对你就拿一条 你不要的什么布啊 或者浴巾什么 都利用它去把那些脏污 等于是像洗衣服一样过程 洗 但是那些掉出来的 小海苔一样的脏污 就会粘在它上面 那如果真的不要 就把它那一条丢掉 这样子 而且是不是坊间 也有人在帮我们洗 其实有 那个其实是可以找他们洗的 然后其实 因为它会把整个洗衣机拆掉 对 然后我会建议 通常大概三五年可以洗 但是像我之前就觉得该洗了 我就打电话请 就是原厂 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找原厂的洗 然后他来他就看一看 你就稍微检查说 其实还OK 你可以再过一阵子再考虑 还不用到要拆洗的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先请他们来 等于是见解你的洗衣草 再决定需不需要洗 OK 因为每天穿的衣服都要洗 如果洗衣草很脏的话 那不是就是白洗 对 但记得一个基本要做的是 就每次洗完衣服 把洗衣机的盖子打开 就是让它是通风的 不要又发霉了 因为大部分大家会觉得 盖起来怕有灰尘 那灰尘其实小事冲一冲就掉 但是发霉比较严重 所以把盖子打开 让它保持通风 OK 好 所以家里太多地方要 要做的 没有关系 刚才易武老师有教我们这个步骤 你的先后顺序如何 那就新的一年开始了 我们就期许自己变成一个 像易武老师 只要达到她的三成左右的 加时答案就好了 好了 我们家里干净舒爽 运气就会来 没错 非常谢谢易武老师 谢谢书伟 新年快乐 谢谢 接下来其实 瑟丁小玉 秋名玉的POP抢先报 明天再见咯 ται 幻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